实际上,右翼政治势力已经在欧洲多国掀起政治海啸 9月11号,瑞典举行议会选举 由右翼政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以微弱优势 击败了支持现任政府的左翼党派阵营 即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一跃成为瑞典议会第二大党 成为最大赢家 9月14号,瑞典首相安德松宣布辞职 这也意味着右翼政党将组建新一届瑞典政府 在法国,极右翼政治人物玛丽·联勒庞 虽然在4月总统大选中不敌马克龙 但在今年6月举行的法国议会大选中 他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一举斩获577个席位中的89席 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团 此外,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极右翼党派 也呈现出崛起之势 今年以来,欧洲的右倾化趋势愈发明显 右翼政党在多个国家的政坛占据重要位置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欧洲啊,不管是南欧的意大利 还是北欧的瑞典 加速向右翼,向民粹主义思潮转型啊 这个就说明目前的欧洲出了大问题了 主要是传统的建制派政党 在力前求化思潮面前 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 他寻找不了 他也开不出来自国理政的良方良策 那么现在他的一些 就是传统的做法已经应对不了新的挑战 包括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这个 外延的这个效应啊 使得这些国家传统的领导人可以说 没有解药 所以我们说西方社会现在面临的 不但是一个传统的建制派政党 渐渐时期执政的光环 而且也看到了尤其是欧盟啊 缺乏一个有号召力 有影响力的权威的领袖 就类似穆克尔那样的领导人 所以西方世界尤其是欧盟现在 他领导力也面临严重的危机 政治精英更加的缺少 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说非这个建制派的这些 优异时潮泛滥的话 我觉得就会给传统的建制派造成致命的打击 从而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的碎片化 那您觉得未来几年欧洲的政治风向 还会不会进一步向右转 这会给本就错综复杂的欧洲局势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欧洲啊 在三五年内啊 大的政治生态环境应该是向右翼 向极右翼方向转型 那么当中也不排除有的是向 左翼民粹主义的这个转型 你比如说现在德国的三党联合政府当中的 绿党实际上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带有民粹色彩的左翼政党 包括这一次意大利之所以提前大选 由于上一届执政联盟当中的五星动党 他也是左翼色彩的民粹主义政党 他整个在这个中左翼联盟里面 他率先发烂 他不愿意再在这个执政联盟里面待着 才导致了意大利出现了提前选举的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说总的看来是右翼 尤其是极右翼的民粹主义色彩 包括左翼的民粹主义 他们将左右欧洲的大的这个政治 但是他们的前景我觉得也不是那么乐观 即便这些政党上来了 即便他们要反对欧洲一体化 即便要修改欧盟宪法条约 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他做一个领导人或者一个政党 他能左右得了的 因为毕竟还有传统的建制派 还有一部分喜欢传统建制派的这些险 这些人对这个比较走极端的民粹主义思潮 也会形成一种相互之间的一个掣肘 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后是 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斗争将更加的激烈